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耶稣亚 第一章一到四节 The book of Joshua 1 verse 1 to 4 感谢赞美族 那我们一起来看第一章一到 第一节到第四节 我们请大家大声的以和和本的版本 我们一起大声的来读 都预备好了吗 Amen 哈利路亚 第一节说 一二三 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 耶和华小义摩西的帮手论的儿子 耶稣亚说 我的仆人死了 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 这叶旦河王 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区 凡于门脚掌所踏之地 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 赐给你们 感谢赞美族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感谢赞美族 我们看到说 上帝的心意呢 就是要带领以色列人 进入迦南地 无论有多少的难处 无论有多少的阻碍 上帝还是要带领以色列人 进入迦南地 我们看到整本耶稣亚书 是记载以色列人 正在处在一个转变的时刻 从摩西的带领的时刻 转到耶稣亚带领的时代 我们也要感谢赞美神 哈利路亚 当时以色列人也跟我们 我们也跟当时的以色列人一样 经过的旷野四十年 以色列人经过四十年 我们经过二十年 终于快要进到神的应许之地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转变的当中 在整个救恩的历史当中 神都不断的工作 以色列人这四十年 不是神不见的 神不断不断的工作 而今年我们正要庆祝 二十周年在五月四号 是我们中文教会的 二十周年纪念 而上帝给我们这二十周年的 这个主题叫做 独行骑士的上帝 Milical working God 上帝是一位行神迹的神 Amen 上帝是一位不断不断行神迹的神 所以虽然以色列人经过这四十年 上帝从来没有忘记他们 亲爱弟兄姐妹 上帝从来没有忘记 你们的祷告 上帝也没有忘记你们 过去不断的奉献 不断的献上 不断的付出了一切 今天我们正要走进迦南地了 我们站在迦南地的门口 像以色列人一样 旧的时代要过去了 耶稣的时代来了 但是我们发现一点 虽然神要带领以色列人 进入迦南地 但是神从来没有独自的工作 上帝一个人可以行其愿的工作 但是上帝的心意永远 就是要与人同工 就是你跟我 今天上帝要带领我们进入一个新的地方 新的领域 新的境界 但是上帝要你跟我一起的参与 不是说没有我们神就不能工作 或者上帝非要我们不可 乃是上帝要你跟我一起的参与在里面 所以亲爱弟兄姐妹 今天你身为赞美教会中文堂的弟兄姐妹 我不知道你的感觉如何 对我而言 我非常的兴奋 我非常感谢神 给我们这个机会来经历他的大能 结果我们看到说 在上帝要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前 上帝拣选了耶稣 今天上帝也拣选你跟我 他要带领你 他要给你一起的经历 其他的工作 而我们看到上帝虽然不独自工作 他愿意找人跟他同工 但是上帝不是随便找任何的人 可以跟他同工 第一 而上帝却找一位 乐意被他扭转的人 为什么神捡选耶稣 如果你看整本圣经 旧约摩西五经 你会发现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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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不是一位像摩西既有领袖魅力的一个领袖来的 在出埃及跟这个旷野的漂流的过程 我们看不到耶稣 耶稣到底扮演什么重要的角色 耶稣虽然是一个普通的人 但是上帝为什么要选选耶稣 今天你在想 上帝要在这个教会做启愿的工作 可能你在想说 我只不过是个普通的信徒 我只不过是一个每个礼拜来教会的信徒而已 我也没有参与什么侍奉 我只不过是个小小的刚刚接受耶稣 刚刚受洗的信徒而已 我能够做什么 我不能够做什么 当时耶稣亚也是一样 耶稣亚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 当时以色列当中的小兵 你有没有玩过我们象棋有没有 楚和汉界小兵 小小的兵而已 他也不是宰相 也不是马 也不是车 但是他只不过是个小兵 虽然兵很小 但是兵在这个香气当中 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请跟旁边地生姐妹说 你是棋盘中的小兵 我们发现小兵有一个好处 这个小兵是永远不可以退后的 有没有 如果你玩过香气 兵是一步一步向前走 一步一步向前走 一步一步的向前走 永远不回头的 所以我们看到上帝拣选耶稣亚 因为他是一位默默忠心 而做摩西所托付工作的一个小兵而已 对当时以色列而言 耶稣亚只不过是摩西的帮手 而你也发现 其实他也不是那样勇敢的人 从哪里可以看见他不勇敢 如果他是很勇敢的话 在耶稣亚记第一章 上帝也不会三番四次的告诉耶稣亚 你要刚强赚胆 如果一个人是很大胆的话 我们哪需要跟他讲你要刚强赚胆 对吧 他一定是一个很胆小的人 什么都不敢做的人 所以上帝也特别三番四次的提醒他 耶稣亚你当刚强赚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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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必与你同在 不然神对他说 摩西也对他说 甚至连以色列的百姓 也这样的劝勉他 他真的是很小胆的人 今天上帝要带领我们教会 进入一个新的领域里 一个新的境界 一个应许之地 他正要寻找能够跟他同工的人 这是一位乐意被神扭转的人 今天你是否是一位乐意被上帝扭转的人 什么是乐意被上帝扭转的人呢 简单的说 就是一位乐意被上帝使用的人 随时待命的 随时预备好的 亲爱弟兄姐妹 你有没有随时预备好让神来使用 今天你坐在这里 你有没有随时预备好 always ready 随时预备好 就像救火员一样 我头影要跟座 就像救火员一样 随时待命的 常常都在预备好的状况当中 只要上帝的国度有需要 我们都要挺身而出 直到 世周围 对上帝的国度有需要的时候 就像这些救生员 这些救火员 只要他们听到警报一响 无论他多么爱睡 无论他有多么饿 无论他在厨房正在煮菜都好 一切的功他都要停下来 马上在最短的时间 把救火员的服装穿上 然后从二楼就下来 马上进入救火车 前往去救火 亲爱弟兄姐妹 你是否是这样的人 今天上帝的国度 非常需要你 今天上帝的国度需要你 你愿不愿意挺身而出 你愿不愿意成为一个 随时待命 随时 get ready的人 只要上帝的国度有需要 你没有半句愿远 为神而勇敢的职权 就像今年3月27号到30号我们教会青少年牧区的主题 这是要step up 这要离开你的目前的脚步 围绕上帝的国度而踏出去 勇敢的踏出去 上个礼拜当我们有一群的职亲跟着 巴斯黑人到马赌去 所以我们看到一群的职亲都没有在十几位 但是当他们把这照片给我看的时候 我真的很大很大的感动 也很大很大的感谢神 也围绕我们的教会的职亲感到骄傲 阿们 我们看到说原来我们教会的职亲是一群乐意被神扭转的人 我听到我们巴斯黑人在我们每周同工的这个会议当中 他做一个报告 他说这些年轻人职亲 他们都要早上五六点就要开始出发 所以我相信他们会更早起身预备好 要前往马赌去 也感谢神在自己教会 可能我们没有自己在自己的教会不敢做的东西 到那个地方自然而然 他们都愿意挺身而出 做扶手为人祷告 甚至大大小小上到台上去 现实唱诗歌 所以我们非常感谢神 教会的职亲 我围绕你们骄傲 感谢主 有没有很棒 第二 我们看到上帝不但在寻找乐意让他来扭转的人 他也正在寻找一个 可能把自己摆在神手中被上帝来塑造的人 耶稣 耶稣是因为愿意把自己放在神手中被神塑造的人 亲爱弟兄姐妹 亲爱弟兄姐妹 上帝的祝福上的应许必会来到 但是上帝要你参与 上帝要你跟他一起走在这应许的道路上 所以我们看到第二 如果我们要看到上帝做起面的工作 在他的教会 除了上帝正在寻找一位 愿意被上帝扭转的人之外 第二 上帝正在寻找一个 可能把自己摆在神手中 让他塑造的 神用一个人 从来不是因为他够勇敢 神不是因为耶稣很勇敢了 神在用他 没有 从第一章耶稣记里看到 神告诉他你要钢墙赚胆 你要钢墙赚胆 我们很知道说 耶稣可能是一个非常小胆的人 也不是因为耶稣很有才华 没有 他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才华 今天上帝要使用你 不是因为你够勇敢 今天上帝要使用你 不是因为你够有才华 今天上帝使用耶稣 耶稣乃是因为他肯把自己摆在上帝的手中 让神来塑造 耶稣就是这样的人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你要看到上帝要带领我们的教会 进入新的会所 进入上帝给我们的应许之地 你就要成为一个愿意被上帝来塑造的人 当耶稣亚肯把自己放在神手中的时候 上帝就向耶稣亚立业 当你愿意说上帝我愿意把我自己交在你手中 让你来塑造的时候 我随时预备好让你来塑造的时候 虽然你还没有真实的进行 上帝就向你立业 所以我们看到在第三节 上帝就向耶稣亚立业 上帝向耶稣亚立什么业 第三节你看 他说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 我都照做我所应许莫西的话给你们 听清楚哦 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 我都照做我所应许莫西的话赐给你们 凡你脚掌所踏之地 换句话说 耶稣亚的脚 必须踏进应许之地 然后上帝才会造作摩西要给 以色列人的话 给耶稣亚跟第二代的以色列人 换句话说 亲爱弟兄姐妹 我们不光是说主啊 我愿意把我自己交给你 接下来的第一件事情你要做的 你就是要踏出去 你要凭事情踏出去 我相信 当我们要购买这新会所的时候 上帝可能在你的信心方面 要你在许多的地方 在某种的环境踏出去 凭信心的踏出去 一踏出去的时候 神的应许就来了 踏出去不是教会领袭委 不是教会的牧者而已 上帝要全整半的以色列人踏出去 不是耶稣亚而已 你看过夜丹河不是耶稣亚而已 是整个的以色列人 今天上帝要你把你的脚踏出去 然后我们发现说 当耶稣亚愿意把他的脚踏出去的时候 神就与他同在 更重要的是 耶稣亚学习把自己摆在神手中的时候 他跟神的关系也改变了 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说什么呢 他说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 到世界各地去传福音的时候 神的应许就是 我必与你同在 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看到 上帝没有在我们当中工作 乃是因为 我们没有照着上帝的话 先踏出去 我们仍有一个习惯就是 想要看到才相信对吧 给我看到了 我才相信 没有看到我不相信 但是上帝工作的亏力是 你去做你就看到 但是我们的亏力说 让我看到我才做 今天上帝要你把整个思想转过来 先踏出去 可能今年上帝要你 在你生命当中 在某一些地方 要你踏出去 你已经听到这应许听了太久了 你听到这些应许说 上帝要帮助我 要预示我 要祝福我 太久了 好多次了 但是你有没有 听了之后 平静静的踏出去 所以我们看到说 当耶稣亚一踏出去的时候 我们看到他在与虚勒加兰地的战争 除了哀成之外 每一场战争 都是得胜的 都是得胜的 一场接一场 一场接一场 都是得胜的 我们看到我们过去这三年当中 我们围绕新唐 渴望拥有一个新唐而筹款的时候 我们看到每一次我们所立下的目标 都是上帝的手正在带领我们 一步一步地踏出去 虽然我们靠着我们力量达不到 但是上帝也应助我们对他的信心 赐给了我们 所以我们看到第九节 非常美丽的一句话 他说 我岂没有吩咐你吗 你当刚强壮胆 不要激发 也不要惊慌 无论 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 耶和华你的神 必与你同在 之前我们看到 耶稣亚记之前的书本 你会看到说 每一次上帝都要说 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 与撒 雅各的神 必与你同在 你祖宗 你列祖 亚伯拉罕 与撒 雅各的神 必与你同在 跟耶和华 你的神 必与你同在 有什么不同 我们看到这里的不同 就是 当耶稣愿意凭信心 把自己的生命 摆在上帝的手中 让上帝来塑造 以信心 踏出去的时候 他跟上帝的关系 不再是 很疏远的 不再是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的神了 已经 开始进展到 耶和华 你的神 必与你同在 这种把握 当我们愿意把我们的 这个 当我们愿意把自己 摆在上帝的手中 让上帝来塑造的时候 上帝 必与你同在 所以一个肯把自己 摆在神手中 被他塑造的人 也就是说他是一位 肯把主权 交给神的人 一个 也一把主权 交给神的人 我们看到很多 基督徒很想得到 神的祝福 对吧 有没有多少 有没有在我们当中 不想得到上帝祝福的 你挤手一下 有吗 我们看到每一个人都很想得到上帝祝福 也迫不期待的希望上帝快点祝福 但是呢 我们有一个问题 我们很想得到上帝祝福 但是我们又不肯 把主权交给神 我们很想 但是又不想 很想得到神的祝福 很不想就是 不想把主权交给神 就好像说 讲到有一次一个故事 在我们的图画 头影上有 有一次呢 有一个人 他不小心 爬山了 然后呢 就快要从山崖边掉了下来 就像这图画掉住一样 就喊救命啊 救命啊 有没有在上面赶快救我 Help me Help me 他说 结果 有没有要救他 结果 上帝听到了 上帝就说 他就听到上帝 上帝说 我来救你 他就说 上帝救救我 救救我 God Please help me 上帝就说 好 我来救你 赶快放手 把你的手放下 我就在下面 扶着你 放手 你一放手 我就会救你了 然后你说什么 上帝 救我 救我 但是我不要放手 因为我很怕 我一放手 我就 就掉下去了 上帝就说 放手 放手 放心 你一放手 我就救你了 叫他救火员 如果在这高楼 有火灾 然后你逃不了 救火车就在下面 然后就要救你 放了一块 很大块的布 叫你 下来 不要 我不敢跳 但是你要来救我 你有没有看到这种画面 很多时候 我们就是这样的人 上帝 祝福我 祝福我 但是 不要叫我 把我的主权 交给你 亲爱弟兄姐妹 上帝 救我 上帝 说 放手 那个人不要放手 不肯放手 结果 从半夜就挂在那边 哎呀 好久啊 上帝啊 救我 救我 天一亮的时候 发现 原来他的脚 才离开一侧而已 亲爱弟兄姐妹 今天上帝要救你 今天上帝要在你的生命 做奇妙的工作 今天上帝要你 放下一切的东西 当你放下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的生命 就可以带来 其他的突破 耶稣也是一样 他虽然很怕 但是 他不让他的去怕 拦走他 来带领 以色列人 进入迦南地 当他看到 神的运行 跟他去怕 一比较的时候 他有一种心态 就是死之死吧 我愿意被神来塑造 今天 当上帝要带领 赞美教会 进入一个 新的领域的时候 上帝正在寻找 一个乐意把自己生命 叫在他手中 让他塑造的人 你愿不愿意让上帝来塑造 你愿不愿意让上帝来塑造 前两天 金龙坡一位牧师 金龙坡一位牧师来到新山 是我所认识的 他告诉我 在金龙坡有一间教会 在三个月的里面 教会才大概两百个人 在圣诞节的期间 这整个教会有两百多个人 信主 在短短的三个月 从N4J之后到圣诞节 不到半年 上帝把人数一直加给这个教会 加给这个教会 加给这个教会 结果这个牧师 他也承受不了 因为可能没有预备好 亲爱弟兄姐妹 上帝要把很大的祝福 上帝要把很大的信心给你 你是否预备好 赞美教会 中文坛的弟兄姐妹 你是否预备好 让上帝在这个教会工作 问问我们自己 Are you ready for revival to come 你预备好 当上帝把人带来的时候 你的信心够大吗 你的生命能够承受吗 当上帝要把人数 交给我们的青少年的时候 青少年的领袖 预备好吗 当上帝要把直青 带给我们直青木器的时候 每一个直青的成员 预备好吗 当上帝要把更多的儿童 赐给我们儿童木器的时候 每一位儿童的老师之手 你都预备好吗 当上帝要把更多的 热灵弟兄姐妹带给热灵木器的时候 你预备好吗 如果上帝要做工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可能没有办法预备好 所以我呼吁弟兄姐妹 让我们站起来 让我们心起来成为一个 愿意被神塑造的人 随时预备好 always ready 最后 第三 为什么耶稣亚能够被神大大的使用 因为他是一位乐意将自己 照在神手中的人 我们看到说 他从摩西的帮手 摩西的帮手 一个小小的帮手 然后成为上帝最资深的同工 耶稣亚在这过程当中 大大的被上帝 如果你有去看到 耶稣亚的生命的时候 你会发现 他每一次摩西到哪里 耶稣亚就跟着后面 当摩西做完了 耶稣亚花更多的时间在背后 摩西一离开山上 跟上帝祷告之后 你会发现圣经记者说 耶稣亚还是留在那边 他比一般的人 多走恶理路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你要看到 上帝在你的牧区 上帝在这个教会 要做其他人的工作 我们要多走恶理路 什么叫做多走恶理路呢 可能你的责任 假设说 走一理路的人的意思是说 如果你是赵大员 这个礼拜天 你的责任就是做赵大员 所以那个礼拜你来 你做赵大员 这个就是走一理路 因为这是你的服事的时间你来 走恶理路的意思是说 可能那个礼拜你不是赵大员 也不是轮到你 但是你看到有需要 你看到 那个礼拜的照点 不够 然后有些人缺席 或者太多新人来的 当时的照点不够 而虽然不是你担任 那个礼拜担任照点 但是你也愿意的 be ready 愿意的挺身而出 愿意的 就是 无论是不是你 担任照点 你也一样的去做 这个叫做多走恶理路 一理路就是你的责任 多走恶理路 就是你的付出 十分之一 奉献 是一理路 当你为找上帝的国度 而奉献你的时间 奉献你的精神 奉献你的精力 这是多走恶理路 我们看到我们教会的年轻人 是一群多走恶理路的人 我们看到这几个礼拜 我们开始在今年 把整个报告的方式 有一些改变的时候 虽然我们看是三分钟 但是在拍摄的过程 有些人快的四十分钟 慢两个小时 或者更慢三个小时 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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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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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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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们为了呈现的最好 为了做的最好 一次又一次的尝试 一次一次的重复 重复重复重复 把最好的献给大家 在简介的过程当中 要花好几个小时 大半天 一整天的时间 才可以把它做好 虽然是短短的三到四分钟 这群人 这群人为了让大家得到更好的把教会的信息传播出去 让大家有更容易的领受 他们多走二里路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你愿意看到上帝带领这个教会去接触更多的人 有一个更完善的设施 有更完善的设施 有更完善的机会的地方 热灵的弟兄姐妹 早上来的时候 他们有自己的地方 可以在那边小组 带导勇士 有自己的地方 有祷告的地方 在那边好好的为上帝祷告 要去上课的人 有自己可以去上课的地方 有一间课室 两间课室 三间课室 要开会的地方 有开会的地方 如果你看 你也看到这些 你要多走二里路 当你多走二里路的时候 神的应许就来了 所以我们看到 耶稣亚 也开始看到 神在这转变的时代 要做的工作了 当他看到的时候 当一个人 愿意看到神 要他看到的工作的时候 接下来他就会听到 神托付他的使命 所以一个人 当他愿意把自己 交给神的时候 说 God 上帝我已经预备好 上帝我愿意 被你来塑造 我愿意把我的生命 交在你手中的时候 你会发现 这个人 就会开始看到 神要他看到的东西 这个人接下来就会 听到 神要他听见的东西 上帝的负担 对上帝国度的事情 他开始敏感了 他开始敏感了 所以神对耶稣亚说 现在你要起来 在圣经里面 我们看到说 现在你要起来 在耶稣亚第一章 上帝跟耶稣亚说 现在你要起来 不是等到环境平顺了 不是等到情绪好了 也不是等到 一切的问题都解决了 而是现在 It's now Now is the time 很多人说 等我退休了 我才释封神 等我的生意 做比较好了 我比较有时间 我来释封神 等我做的这个 做的比较好了 来释封神 多少个人 你知不知道 明天我们要成为怎么样 明天我们要往来进 我们根本都不知道 因为圣命不在我们的手中 所以 神的应许 永远是现在的 神的应许 永远是现在 而跟随基督命令的人 也永远是现在的 上帝要做工是现在 不是明天 也不是过去 It's now 无论我们在人生当中 遇到怎么样的 转变的时刻 或突破的瓶颈 这个时刻 其实都在神的手中 神的心意 就是要我们现在起来 抓住他的应许 今天你听到了 上帝要在这个教会工作 今天你已经知道了 上帝要你采取的工作 就是现在要起来 现在要预备好 抓住他的应许 所以如果我们看到 新唐被建立起来的时候 我们大家也要站立起来 所以我想 2013年 是赞美教会 周恩堂应该要踏出去的时候 以前 我们 是一群观众 看到上帝在不同的教会工作的时候 我们好像观众 我们站在旁边拍摄 哇 上帝感谢你 感谢你在这个 这个教会工作了 上帝谢谢你 感谢主 今天上帝要 把你的角色换过来的 啊 感谢主 你知道吗 去年 当然在新山 至少有五件的教会 以上 因为我们做牧师 我们都知道 因为我们是我们参加牧者团体 我们知道 每个宗派 包括长老会 为理工会 我们神教会都有 灵人教会都有 很多的教会 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每个教会都成长 够堂 不是因为我们为了够堂而够堂 乃是因为我们要看到 上帝给我们更好的地方 我们能够为神工作 所以我们看到其他的其他的教会上帝开始工作的时候 我们都在那边感谢神 感谢神 哈利路亚 在那边派长 今天 上帝跟我们说 Your time has come 你的时间已经到了 不再站在旁边看别人成功 然后是你派长的时刻 而是别人站在旁边看你成功而派长的时刻 哈利路亚 Amen 我相信 只要我们每个人愿意的说主啊 你的应许快来 但是我们都要预备好 无论 在时间 在金钱 在体力 在各方面 这几个月 一旦我们够堂 够成功之后 我们要很快的 做筹款 把整个教会建立起来 我们要在很快的速度 把整个教会建立起来 所以我们有一系列的 已经预备好 我们5月4号 我们有20周年的晚宴 我们从这个时刻开始 直到三月中为止 我们正要照广告 我们会 承认一本 有史以来的第一本 我们周恩堂有史以来的第一本 周年纪念刊 我们会从当中讲述我们1993年的历史 直到现在把过去的历史记载下来 让第二代的人能够有所记载 有所看教 看到 以后我们的历史 才不会断层 还持续的 持续的下去 所以这个时候非常有纪念性的 纪念刊 所以在 当然在诚意这纪念刊的时候 上帝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计划 是透过纪念刊来做筹款 所以我们要请弟兄姐妹 从这礼拜之后 组长会解析给你听 我们怎么照广告 我们纪念刊 我们会照广告 而照广告费呢 就是成为教会的 这个 这个建堂的基金 或者是这个 这个装修的 装修的费用 还有我们的网宴 同时 可能我们会用一系列 认线 还有其他的方式 过后我们 领袖还要 确定下来 还有其他的方式 我们在很久的时间当中 看到上帝工作 我们已经等好久了 上帝跟我说 Your time has come 我很相信 2013年 是上帝要我们 抬起头来的时刻 Amen 现在我相信 但是我要请弟兄姐妹 我要请在座的 每一位 赞美教会 中文堂的 可爱的弟兄姐妹 热情的弟兄姐妹 爱主的弟兄姐妹 愿意的 跟我们一起 跟教会的领袖 一起的 有同样的看见 齐心齐力的 盼望我们看到 2013年 结束之前 我们要搬进 新的会所 Amen 哈利路亚 我非常兴奋 但是我不知道 你的感觉如何 今天 我们要一起 站立起来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求上帝 把新星 加给我们 我们求神 帮助我们 从明天开始 我鼓励你 明天 21号开始 到1月27号 从明天 礼拜一 礼拜二 礼拜三 礼拜四 礼拜五 礼拜六